《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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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共将领中能让林彪吃亏?只有白崇喜了 但是白崇喜瞧不起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 在与蒋介石长期共识中 白崇喜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了如指掌认为蒋介石不配当军事统帅 所以三次对蒋介石的逼宫白崇喜都是极先锋 蒋介石依仗白崇喜的军事指挥才能曾让白崇喜任北伐军参谋长 但是队友广西军队改编的第七军总是给以撤走 军未能拖欠就拖欠 总之是不想让广西军队发展壮大 而且蒋介石特别忌惮白崇喜的才华 北伐战争中白崇喜任东陆军总指挥 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的几个师都服从白崇喜指挥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但是蒋介石对白崇喜指挥战役胜利有所保留 认为白崇喜指挥自己的敌系部队游刃有余 对自己是很大威胁 由此白崇喜有功高震度之嫌 蒋介石对白崇喜也是更加猜疑 常常说白崇喜不守范围 兵败台湾后蒋介石开始清断大陆失败的责任 有的被枪毙如陈仪无实 有的被判重刑如李玉堂 而对新贵系的代表人物李东仁和白崇喜 在蒋介石心目中无疑是国民党化 台最大罪人无奈李东仁远走美国 蒋介石是有心无力 而对身在台湾的白崇喜 蒋介石将其列为重点敌人 监视 排挤 打击 各种手段无事不用 白崇喜的死更是蹊跷 夫人去世后 白崇喜与自己的护士热恋 由于年事已高 经常要泡药酒补身子 不料 却因为药力太强 让衰老的白崇喜不胜药力 衣补不起 这药酒的配方从何而来 坊间传说合情合理 这都是有赖于蒋总统的关照 当然 没有证据不可胡乱猜测 正谈风云险恶可想而知 做人要想博取一世功名何其苦 何其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